全油管最快新闻,江苏、浙江等经济大省近期相继宣布放宽落户政策。 江苏省发布了若干措施,取消了全省的落户限制政策, 同时南京、苏州市区优化积分落户政策。 浙江省也发布了通知,允许符合条件的杭州市城区居民申请常住户口, 实行居住正转户籍制度。 此外,公安部也表示将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, 推动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, 放宽一型大城市落户条件,完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。 这一系列措施有助于促进经济、持续回升和高质量发展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